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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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呢我终于光荣了光荣退休了本来我和钱老师说不要弄到这么大张旗鼓的可是后来一想啊这是最后一次了还是和大家聚一聚吧毕竟以后这样的机会不多了 我呢在电台工作了三十多年三十多年呢刚进台的时候我还竖着两条齐腰的大辫子专业就变成老太婆了 陈老师一点都不老大家说对不对 对 对 老实正常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吧 咱们电台就是这样一辈一辈代代相传的 我走了 担子就落在你们肩上了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把999频率发扬光大的 老实说 我这一种心里还非常非常的不舍 我在电台工作了一辈子 这种感情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我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事 我实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心愿 那就是做一辈子广播人 我做到了 我没有遗憾了 我知道 关于我们频率 财车这件事 一直是大家最关心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 只要我们999频率存在一天 大伙都要好玩干 因为我们999频率永远是最棒的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陈老师这么一说 我觉得我们999频率更要玩了 看了一个节目的开姐 听着点 这个年轻人啊 是 年轻人啊 今天谁也别跟我抢啊 我帮你们挨个儿送回家 你送我吧 娃娃就让罗姚送 不行 行吧 我说你们女人是不是特爱给人做媒啊 自己都快失业了 还有闲工管这个 就是因为快要失业了 才找点别的事情做 说不定是个方向呢 你要改行当媒婆啊 哎呀 家里不困难 谁出来当媒婆啊 那你不给自己找一个 是个方向呢 这会儿不太好打车 要不我们往前走走 好啊 每天跟你一块儿下节目 今天还是第一次跟你一起走 以前不顺路呗 娃娃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们绝对酒真的才撤了 你怎么办 我啊 再找份工作呗 反正在出国之前我还有很多钱要攒呢 再打分工 总不能坐吃山空吧 要真耐啊 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 你走的时候 能告诉我一声吗 为什么呀 我 去送你 好啊 是 马路啊 电台裁摄的事情 你不担心吗 担心有什么用啊 像我们这种小人物 从来也左右不了什么 还是上官燕队 他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怎么办 他已经在路上了 去各大清瓶酒店 展开他的巡夫之旅 他倒是挺想得开啊 这么豁得出去 你也不管管他 就任由他这么大手大脚的 花心如流水呢 我 我怕耽误他的幸福 哎呀我真不知道 你们女人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你说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台要裁撤朋友要走 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每天做好你自己的节目 才是你能控制的 你每天下了我的节目 都十一点了 你自己回家 你不害怕吗 还好吧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那么多坏人 而且我每次回家的时间 都利用得很好 我都在看单词 我脑子啊 才想不到那么多事情呢 对不起你可以下车了 马路啊 我可以跟你聊会儿天吗 可以啊 我呢 我最近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 我好像喜欢上一个人了 其实 我一个人挺好的 没打算变成两个人 你想什么呢你 相关印不在 我就想找个人聊聊天而已 你说的不是我呀 那我就放心了 那是谁呀 我认不认识啊 你不认识 介绍一下 叫什么名字 拜拜 没说完呢 说话说一半呢 我好想找到你 这个死女人 一点消息都没有 连短信也不会 太没良心了 快点 快点 今天的话题还没响 聊什么呀 我在搜娱乐新闻呢 你自己想 我在下歌呢 你想 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不行 换一个 那你自己想 我好了 收听率出来了是吧 别 你先别告诉我 让我猜一下 五 可能高了一点 三 三 三这个比较合理一些 多少 零点五 上上下下也很正常嘛 什么正常啊 我们节目处在上升期 听众一开始就是听个新鲜 时间久了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可不就走了吗 反正我也知足了 不识灵带你就行了 你还真是为了收听率在做节目啊 我觉得我们节目做得太乱了 缺乏一个成体的策划 就像脚踩西瓜皮划哪儿算的 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吧 哪怕只有一个听众 我们也要好好做节目 你们的节目偶尝听听还行 但是啊 要想长期地保留住观众 还需要有自己的风格 我这可还拿你的话鞭策自己呢 你怎么先变茄子了 事在人为马 就看你的意愿有多强烈 你想把节目做好 就一定能做好 我觉得他说得对 谁啊 你不认识 对了 马路 下完节目我们开个会 又开会啊 又开会啊 对啊 我们要整理一下思路 好好呢做一个整体策划 我们的节目要有特色 得留得住听众 王海地 有人找你 王海地 门口 有人找你 哦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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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的信啊 我都真藏着呢 这上面有地址 中午你有空吗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有有有 不过中午 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你等我 我换了衣服马上出来啊 别着急啊 你等我啊 本来啊想请你吃顿好的 但你没时间 所以啊只能请你吃碗面条了 没关系 这已经很好了 周一能够亲自请我吃面 那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王海地 你出来工作多久了 到这儿一年 不过我已经出来十年了 十年 我什么活都干过 有那个什么电子加工厂 还有食品加工厂 还有那个鸡血厂 这次是服装厂 那你多大了 我三十一了 不过人家都说我有点出老线 没有没有 你看挺小的 不是 我没考上大学 我就出来了 跟家里减轻点负担嘛 不过去年呀 我弟弟考上大学了 他比我争气 王海地啊 我就是想来问你 你为什么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啊 好玩呗 我特别喜欢听你跟马路在节目里吵架 工作挺累的 一听你们的节目啊 我就觉得不累了 还有就是 你们俩 特别亲切 不像其他的主持人有架子 然后就是 我觉得 听你们的节目 有一股劲儿 反正就是啊 觉得有笨头 你是说 励志吗 对 就这词儿 所以综上所述 我们的节目是草根加励志 这是我们的风格标签 下面赶你了 谈谈你的想法 朱依依 你是不是开会开上瘾了 你成天对着我一个人开会 你有意思吗 有意思啊 我们做节目不能随着感觉走 要边做边调整 总在原地踏步是不行的 行行行 领导领导领导 我服了你了 求你了 快点准备吧 马上到点了 对了 上次你要刻那个碟给你 什么碟啊 刘真的那个访谈呢 对对对 我给忘了 求你这记性 你还成天给我开会 多吃点猪脑补补吧 你出去就没消息 短信也不回 电话也不接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看我回来自我收拾你 自我收拾你 喂 你这个死女人 你跑哪儿去了啊 你叫我有多担心你吗 喂 说话呀 注意一忙 你好 我是刘真 刘真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爹我收到了 谢谢你 没关系 小事一桩 今天是周末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我请你做瑜伽好不好 不用了不用了 来吧 我一个人也很闷 咱们可以一起聊聊天啊 那好吧 我们一会儿见 我们一会儿见 叶叶 上 叶叶 上 沿路 还不停 有什么人 不停 有什么人 不是 对 有什么人 有什么人 会有什么人 我现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调整呼吸 吸气 呼气 吸气 呼气 这就是把那儿有 介绍 、「平准的罪患 family 사용!」 了说好 得 ÇO 依依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在这儿办张卡 咱们两个做个伴儿 这样容易坚持下来 好啊 我打个电话 喂 你找我啊 我不在家 我在健身呢 装修工人已经做好了水电 今天要做空间隔断 你能过来帮我参谋一下吗 看怎么会分割法 你问田医生吧 这个问题我说了不算 他到苏州杭州玩去了 这些事他也不爱管 再说你也是他的客户 你比我有发言权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过来接你 那 那好吧 那我先走了啊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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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rmented ample是 贴打烂的 还带谁 赵蝉 during your hard time 我给你办了张体验卡 你先拿着 谢谢你啊 没事 走吧 你干吗 我给你说话 樑 marvelous Amendment 阳光 是 有必要这么小气吗 别说话 不就是碰到前女友了吗 你也可以大方一点啊 一点招呼都不打 太没礼貌了 再说了 不都是你对不起人家女孩吗 你还挺不高兴的 看你的脸掉的 我叫你别说话 你凶什么凶啊 你拿我当挡箭牌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你什么感受 很不好的感受 觉得被你利用了 你刚才当着人家的面这么做 你是在示威吧 结束都结束了 一个大男人就不能大度一点 再说了 你以为你这样能刺激别人啊 又不幼稚 下去 叫你下车 你确实怀孕呢 你感觉身体情况怎么样 我现在有少量的出血症状 大夫不要紧吧 有肤痛吗 那倒没有 我们建议孕妇在怀孕的头三个月 一定要静养 不要太操劳 好 明天的时尚活动没忘吧 不用穿得特隆重 过得去就行 等再过年吧 这些活动咱就都不参加了 为什么呢 因为咱瞧不上 咱们下一站呀 就直奔天后 好 明儿一点啊 我过来接你 我不爱吃苹果你忘了 那你喝点什么吧 不用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糟了 怎么了 家里只有牛奶了 要不你喝牛奶吧 这牛奶是我刚买的 你怎么了刘真 没事啊 你刚才说什么活动来着 合着我刚才说半天 你一句没听见啊 你不是不爱吃苹果吗 你别吃了 你给我销的呀 多珍贵呀 我宣布 从今起我爱吃苹果了 你怎么变化那么快啊 你说我呢 我说男人 我不是男人啊 你是见到曹燕了吧 他又新女朋友了 首先呢 这很正常 你应该有这个心理准备 其次呢 你也不用太放在心上 你要是想要 咱再抢回来 抢吗 我没这么想过 走吧 你干嘛 别说话 舅依依 你现在有点危险了 人家当你是朋友 你千万不要多想 三十岁的人了 脑子清楚一点 不要再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把年纪 要是再玩暗恋 就不是可笑 而是可悲了 周依依 你在恋爱这条路上 已经吃尽了苦头 别再不长记性了 朋友就是朋友 好了 睡吧 喂 是集团吴副总裁吗 我是钱国人 你要的文件我准备好了 好 好 我这儿就给您送去 陈牧 谢老师 颁奖礼已经倒计时了 你那边一人联系有没有问题 反正不用到场的 必须要提前给我分名单 大部分已经确认到场了 还有一些我暂时联系不上 但我都打过电话了 他不是没人接 就转到小秘书去了 那你就接着打 打一百遍 打到通为止 电话没有人接 就发信息把事情说清楚 另外助理跟经纪人的事情 也要负责跟进 其他的还要我教你吗 知道了 谢老师 工作吧 曹燕 你准备好了吗 更衣节 你的话 好了 谢谢啊 走吧 你最近是不是很累啊 看你精神状态不太好 还行吧 我们这次去电视台开会 主要是跟电视导演组 商量一下班奖店里的所有流程 还要把春联稿再对一下 估计今天又会忙到三更半夜了 你老公不会抗议吧 他百分之百支持我的工作 女人有事业心男人要支持 这样我们才不会去烦你们对吧 好 怎么了 没事吧 要不要上去休息一下 没有关系 我这几天长了也不太好 这个会很重要 我们最好不要缺席 走吧 曹燕 曹燕啊 你还那么年轻 为什么不在事业上 在网上冲一冲啊 你是指 我觉得你的能力 不只是在做节目方面 而且在这方面 你也已经做到头了 已经是我们台里的一哥了嘛 如果还想更进一步 证明自己的能力 就需要更大的舞台 我听说电视台 一直想吊你过去 你都不肯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就像懂之现状而已 或者你可以像我一样 朝管理层转型 人总是要老的 想保持巅峰状态也很难 难道你们有危机感吗 从来没有 来 来了 来 你听一下 这期广告剧有新意 你把NG都剪进去了 谁啊 你不是天天给我开会 说要创新吗 我就做了一个改革 我没有把花絮 放在结尾的部分 而是把它留在 原来出错的位置 现在挺好玩的 好玩吧 你也要学会自己剪 以后我就不用这么累了 打死我也学不会 你这个懒女人 你不学会剪 怎么在电台生存啊 每个主持人 都要学会自己剪的 不是有你吗 通常来说呢 不亲自剪的主持人 只有两种 一种呢 是已经大排到有人帮他剪 那是精英 第二种 就是像你这样的菜鸟 虽然都是凤毛领角 但是精英在上 你 迟早你会想起我说的话的 好啊 那我来剪 你去剪 六秒以下的空白 周依依啊 我们的短信平台上 都是来打听你个人隐私的短信 看来你终于和我一样 成为一名知名的主持人了 唉 一个女人就算是再成功 如果只有事业 那也是不完整的 各位路易十三的听众们 我要向大家汇报一件奇事 现在坐在我身边的周依依 正漂浮在她的座位上 你是说我轻盈吗 我是说你膨胀 你还没有成功呢 赶紧念端信吧 车号4057的这位朋友说 周依依你有男朋友吗 我的回答是 没有 那你上次不是说你喜欢 单身生活吗 有 4057这位听友又发来短信了 他说周依依 如果你没有男朋友的话 我可以追求你吗 我是一名再平凡不过的 出租车司机 我已经通过你的声音 爱上了 周依依啊 你快表个态啊 你不是天天哭着喊着说 没有人追求你吗 现在有人追求你了 你可要把握住这个千载难逢的 机会呀 呃 这个嘛 这个 关键时刻不要吞吞吐吐 人家4057还等着你的答复呢 马璐你能不能不瞎起哄啊 4057的这位朋友 我感谢你的厚爱 其实呢 我很平凡 平凡的呢 不能再平凡了 你不是说过你长得像林志玲吗 我长得是像林志玲没错 但是我呢 没有男朋友 你烦不烦马璐 哎呀 你不是老想蹭我的顺风车吗 你赶紧答应人家4057的追求 你就天天有专车接送了 下雨天也不用我送你了 哎 你看4057又发来短信了 他说 周依依 今天节目结束以后 我会开着车在电台门口等你 快放歌 没事吧你啊 他不会真的在门口等我吧 你希望他等吗 喂 不用这么害怕吧 人家开玩笑去 都怪你 在节目里山风点火 我要是有什么意外 我告诉你 我让我家里人来找你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我这不恶毒啊 行了行了坐我车走吧 那你干脆送我回家吧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今天我没下雨 送你到车站 别停去了赶紧看 我这不得等门开了我才能走啊 你挡脸干什么呀 没人看你 再说了人家也不知道你长的面 你看 我说的吗 自作多情 真小气 你就不能好人做到底啊 求雨吧 一会儿我们准备转场了 新开了一酒吧听说还不错 一块去吧 你们去吧 我没什么兴趣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 狂欢 是一群人的孤单 想说什么就说吧 别酝酿了 这些年你真的变了很多呀 我就知道 没什么新鲜的 不过我倒想听听 我到底哪儿变了 你变得有点封闭字 以前你不是这样的 刘真那件事 我们都没想到对你影响那么大 其实刘真也挺不容易的 她一个人在北京打逼 你这圈子竞争有多激烈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现在人家既然回来了 你干吗不给彼此一个机会呢 总比现在这样 两个人僵得也好 以前你们俩可是最让人羡慕的一对 别也用的 又有点腐烈的 我觉得呢 很多事情 会时过境迁 一去不回头的 你明白吗 你当是国产电视剧呢 我看就是你心里还有哥的 你要是针对刘真还有感情 没什么过不去的 希姆老师 走了 来了 明天搬家里见吧 我会在下面给你喝倒菜的 你要去让个你吧 我本来就没什么兴趣 不许反悔 你现在就给赵明媳打电话 打呀 行了 行了 走了啊 来 走 我确实写完了 我累得睡着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今天数哈嘛 我绝对不拦着啊 就这样就这样 好 拜拜 对不起 我要换班啊 师傅啊 你能不能拉我一趟啊 我真的不能迟到 求你了 我换班啊 哪儿也不能迟到啊 不然要发钱的 多少钱啊 我给你 不是钱不钱的事 这是规矩 小姐 请你换两车好吧 我也没办法 你去哪儿啊 我看顺不顺路 带着一顿 广播大厦 广播 你 是不是路易十三 那个周一啊 我经常听你们节目 我就说你的声音有点耳熟呢 一时没想起来 你真是周一啊 你是我的偶像 我必须得拉你 谢谢师傅 谢谢你啊 师傅啊 师傅啊 我问你一下 你的车牌号是多少啊 车牌号 你车牌号不是四零五七吧 师傅啊 师傅啊 我问你一下 你的车牌号是多少啊 车牌号 你车牌号不是四零五七吧 快那鸟 有一道电波会记住 我和你 最爱这一颗轻轻的呼唤 还有 但愿你能听得见 永远有多远 我们找寻着答案 请别你讲书的故事 令我很温暖 总感觉你在我身边 那首歌还没唱完 再给我一点时间 哈喽 哈喽 但愿你能听得见 总感觉你在我身边 那首歌还没唱完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还有个信任 我相信你表述的迷恒 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凭着记忆里的声音 很漂亮 你怎么可能是 你不用散了 你怎么可能是 我真的没有 你怎么可能是 那首歌还没唱完 你也不是